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松休息的时间 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 轻轻地合上双眼 请大家轻轻 柔柔地闭上眼睛 我们双眼没有紧闭 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 那么轻松 舒服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当我们晚上要入睡的时候 然后 我们都没有刻意要闭上眼睛 都是很自然的 围张就可以 然后 我们就感觉把我们双眼的存在都忘掉了 现在 我们暂时没有用肉眼来看任何画面 我们现在完全都是用心体会的 然后 我们就来练习 隆破 法圣师傅所教导的 静坐 重点 就是 我们要懂得练习 十八字 就是 我们要懂得练习 十八字 我们要懂得练习 十八字 来打坐 可能不是最舒服的 也没有关系 最起码 我们感觉坐下去了 没有勉强的感觉 而坐下去了 感觉可以 坐得久 不容易 酸 臂 麻 痛 这样就可以 但是如果那一位 想学习标准的桌子 也可以 我们可以把右脚盘放在左脚上 右手跌在左手上 右手跌在左手上 右手的食指轻轻地 然后 轻松地摆在内处桌上 右手的摆在内处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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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的摆在内处� 桌子来练习静坐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这样坐会比较稳 比较不容易酸壁马通 所以我们就看个人的身体状况 我们还是以轻松 失败为主 然后如果我们坐到一段时间 哪里有出现疼痛的感觉 或者舒服感有降低 我们也可以再调整 可以换桌子 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来观察看看 扫描一遍就可以 看看我们全身的肌肉 哪里有重重紧紧的感觉出现 我们现在就顺着这个时间 来调整 我们头部放松 我们头部放松 颈部也放松 两只脑部也放松 我们的胸部 两只脑部 两只脚 大腿 小腿 直到我们十只 脚趾头 都完全 放松 现在我们全身都放松 如果那一位仍然出现 重重紧紧的感觉的话 我们也不需要忍耐 我们可以调整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休息 所以休息的时候 身体要先放松 思败思败的做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深呼吸 两三下 正经我们轻松舒服感 我们来又深又长的吸气 然后再慢慢的吐气 再一次追深 追深的吸气 然后再慢慢的吐气 深呼吸的时候 我们背部会自然的停止 轻松的停止 当我们吐气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把内在的紧张 所有的压迫感 那些闷闷的感觉 我们现在宣布 都可以排出来 全部都可以排出来 现在只剩下 细腻腻腻的感觉 然后我们可以 解释看看 现在我们的体内 是空心的 也就像一个 透明管子一样 有两条直线 里面都没有任何 内脏 然后我们可以试着 想一想 现在我们的体内 有两条直线 有两条直线 第一条 有肚腻 直线 背后 另一条 有肚腰 直线 左腰 两条直线 在十字 交叉点那里 小如正肩一般 我们提高上来 两个手指的距离 也就是如果我们把食指跟中指摆在肚脐那里 提高两个手指的距离 那一点就是身体的中央点 我们可以试试看把心回归到身体的中央点 身体的中央点就是我们心意的家 是我们人人生死睡醒的定点 那一位想要跟随佛陀或者阿罗汉的脚步 我们就应该要把心放在这个身体的中央点 然后我们就把心静定在这里 感觉轻松 现在我们都没有给自己任何要求 也没有给自己什么压力都没有 我们现在只是把心回归到他的节而已 当我们的心回归到身体的中央点的时候 我们的心感觉好像羽毛从空中慢慢地飘下来 轻轻地碰出水面上 感觉就是那么轻松 那么肉 素败 素败的 我们很想把心 一直宁静 定在这里 那一位可以维持 这个轻松 舒服感的话 我们就让它 持续 下去 但是如果那一位 仍然出现 一些念头的话 也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试试看 用意念的方法 可以试试看 意念 一个自己熟悉的 画面 比方说 我们可以 感觉 我们正在 意念 在草剑上的 露珠 感觉很凉 很舒服 透明清澈的 露珠 在我们身体的 中央点 看得清楚 看不清楚 都没有关系啊 没有明显的 没有明显的 感觉 感觉就可以了 而是 还想默念圣号也可以 我们就轻轻揉揉地默念 SAMMA ARAHAN的声音 SAMMA ARAHAN SAMMA ARAHAN SAMMA ARAHAN 轻松舒服地默念 默念到自己感觉满意为主 什么时候感觉不想默念 或者不想意念了 就不要勉强 我们就以轻松舒服为主 那么接着就请大家 各自练习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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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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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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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们一起来发持悲心的一些众生 请大家清醒地动念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就会慢慢自然地扩张 扩大 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 再扩张 扩大 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阶停 再扩大 到全世界 整个宇宙 无数无量的宇宙 然后我们就为一些众生发愿 那个众生 正在受苦 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 那个众生 正在快乐 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 愿一切众生 彼此相爱 如同胞一样 我们也愿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 灾难 疫情 都早日消失 然后我们就为自己 继续愿 愿我们生生世世 生在佛化 发生的阶停 有静静 有静静的身 口 意 众生行善 一点恶业都不要去找 愿 我们只叫善友 没有就任何损友 愿离一切恶人 也愿我们 色神采 钱采 能力采 圆满 方便修功德 波罗蜜 也愿我们 身体健康 常受 智慧圆满 早日征得 内在的法神 然后我们就把 今天所修的功德 供养 给每一准 正等正觉佛陀 每一准 披止佛 每一准 回向 给我们历代祖先 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 然后 把头 我们来听佛法 如果讲到智慧 智慧的来源 是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文汇 所谓的文汇 这个我们已经学习过了 就是来自我们去听法 或者也包括我们看书 现在也包括什么 在网络上的那些 在网络上的那些 Youtube也好 或者在其他的网站 有各种佛法 我们去学习都算是文汇 然后呢 所谓的思慧 所谓的思慧就是我们把所学到的那些佛法拿来思考 这个我们知道了 那网络问大家 如果 是像我们佛陀 西达多太子 他坐在菩提树下 然后 他修行 有成佛 算是 实惠吗 算不算是实惠 就是说 佛陀坐在菩提树下 然后他就思考 很多道理 然后他想通了 哦 原来是这样 这个算不算是实惠 如果算的话 佛陀就是一个 很伟大的思想家 或者哲学家 对吗 但是其实不是 佛陀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修行者 佛陀正在讲什么呢 第三种来源就是修慧 修慧是什么呢 这个智慧是来自修行的大家 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是很懂 我们这样举例好了 如果我们问大家 什么就做戒 你们可能就会解释 哦戒是什么 我们是正常的意思 是不可以做的 五个行为 不可以做的 你们可能会这样 回答对吧 但是像龙坡 他们是有法圣师傅 他教那些小朋友 来学习戒的时候 不是让他们来读书 或者要讲法给他们听 不是这样 法圣师傅用什么方法 闭上眼睛 然后当心静定在身体的中央点 有没有看到戒求 然后有看到了师傅 那你再继续宁静 把自己的心跟戒求 结合为一 然后把心宁静定下来 然后法圣师傅就问 戒求是怎样 那些小朋友就回答了 哦 当我跟这个戒求 结合为一的时候 我想持戒 这种想持戒的感觉 出现在他的心里面 也知道戒的味道是怎么样 如果我们读书 我们闻法 我们知道戒的味道是怎样吗 不知道对吧 比方说如果我们问大家 不晓得你们有吃过台湾的臭豆腐吗 如果我们问大家 我们把这个臭豆腐的照片拿给你们看 你们会怎样 哦 原来 长成这样啊 但是你们知道吗 味道是怎样 不知道 我们带你们去 整条街 多卖臭豆腐的地方 远远就可以闻到那个味道 你就大概知道了 哦 原来是这么错啊 然后呢 当你真正的去尝试的时候 你才知道 哦 原来 它的味道是这样 文匹正在讲的是什么呢 哦 文跟诗 就像刚才 文匹讲过的 给你们看照片 或者给你们 闻闻 那个味道 但是当你要知道 它真正的味道是怎样 你就要修行的 哦 这是来自修行的 智慧 哦 在佛陀时代啊 有一群 有三群比修 他们有遇到 三 三个情况 然后产生疑惑 第一群比修 他看到 一只乌鸦 但是这只乌鸦 很可怜啊 怎么说呢 当它正在飞在 天空的时候 有一户家 他们正在煮饭呢 然后呢 也莫名其妙 它发生了火灾 有火冒出来 冒上来 然后呢 也刚好 有一串干草 一串干草啊 不晓得谁做的 也飘下来 也飘过来 刚好怎样呢 这个 一串干草 就怎么样 就经过 火冒出来的地方 所以 那个 干草就怎么样呢 有起火了 但是也是刚好怎么样呢 这个 这串 干草 刚好套在 这个乌鸦的 头上 这只乌鸦呢 被火 烧死了 有很多 刚好 对吗 第二群比修 看到 哦 他们正在 去一个地方 要渡船 他们要坐船 去渡海 然后呢 当坐到 一段路啊 发现 船停止 没办法 继续往前 那 那些 在船上的人 他们就找了 问题出在哪里 都找不到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用一个 很奇怪的方法 来解决 就是他们用 抽签的方法 他们认为 在船上 一定会有一个 不吉利的人 在船上啊 所以他们用什么方法呢 抽签 抽签 船长 是提出这个意见 要抽签 但是当他抽签的时候 结果是怎样 这个签落在 他妻子的手上 他就说 哦 其实不公平 不公平 一次抽签 就决定人的命 这个是不应该的 我们很要第二次抽签 第二次抽签的时候 还是一样 他的妻子抽到的 不行啦 要第三次 第三次 也是他的妻子 抽到的 这个不吉利的签 后来这个妻子 怎样呢 被推下去 然后就沉下去 死了 也很奇怪哦 当这个女孩子 落水 死了之后呢 船可以继续往前走 你们觉得很奇怪吗 如果问大家 这两件事情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 怎么回答 我们也回答不出来 对吧 但是问佛陀 佛陀知道 为什么呢 我们明天再继续听 今晚 我们必祝福大家 祝大家 身心愉快 生命光明 早日正得 内在的法身 祝福大家 晚安 明晚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